稍微置入一下 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提供客戶專... 稍微置入 稍微置入一下 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提供客製化的影像製作服務 專門提供客戶客製化的影像製作服務 稍微置入一下 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提供客戶有... 稍微置入一下 這邊是開影像機업 稍微置入一下 這裡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置... 稍微置入一下 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提供客戶有 客製化的影像製作需求 稍微置入一下,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专门提供客户客制化的影像制作需求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下方官网连接跟我们联络 置入一下,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专门提供客户 专业 稍微置入一下,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专门 稍微置入一下,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专门提供客户客制化的影像制作需求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下方官网连接跟我们联络 直制作团队 专专业的影像工作室专业的影像生意 专专业的影像工作室专专业的影像工作室专专专专专专业的影像清理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你只要訊號有對 所以我們影像穩定程度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會隨便給你亂掉格之類的 所以我們影像穩定程度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不會忽然給你亂掉格 忽然就少了幾格之類的 看起來是還OK 目前看起來這個影像穩定程度 目前看起來這個影像穩定程度是還OK 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會忽然就停了一秒鐘之類的這種大問題 那這樣子只要訊號夠好 目前看起來這樣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影像穩定程度不會忽然給你停個一秒鐘 然後卡在那裡就影響你的觀點體驗 目前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不會忽然停個一秒鐘 直接卡頓啊或是怎麼樣 目前是 目前這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會有什麼卡一秒鐘之類的 完全卡住的狀態 這樣 那影像穩定 那連接穩定程度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連接穩定程度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會忽然一個停個一秒鐘之類的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看這個沒有 那影像穩定程度看起來目前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你還是可以順暢播放 不會有忽然卡一秒鐘之類的 完全就停在那裡之類的問題 這個看起來是還OK 是 是 是 好